安安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進入新的單元 這個 助動詞 同學可能會懷疑 老師就是動詞就是動詞 幹嘛又來個助動詞呢 其實我們中文也有 因為動詞的意思就是單一的 比如說學習就是學習 但是你如果要更進一步的表達 哇,他有這個能力學習 我們必須學習 你應該要學習 那麼這種要限制動詞的含義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用助動詞 來限定動詞的內容 所以助動詞 顧名思義就是幫助動詞的 讓動詞的含義會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這就是助動詞的 最主要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是來 先介紹第一種 使用頻率最高的就是 can 這can 一般來講就表示能夠 就是有這個能力做什麼事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麼現在是我們用can 過去是用could 這個主動詞 這個主動詞就沒有分人稱了 大概就是分現在還有過去 就這樣子而已 不要再去考慮什麼人稱了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非常重要的重點是怎樣 所有的主動詞 所有的主動詞後面 一律要加圓形動詞 這個絕對不能忘掉 牢牢記在腦海中 現在我們來看第一個 能夠can 你看主動詞 後面這個動詞 就是我們的圓形動詞 那它可以等於後面的一個寫法 這個寫法叫 be able to be able to 這個to後面 be able to後面接的動詞 也是圓形動詞 所以這個地方 一定要特別注意 老師再加一個字好了 把那個圓動詞寫下去 ok 那麼 另外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can 跟be able to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 可以把can跟be able to一起使用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請同學注意一下 現在我們看例子 Amanda can speak five language Amanda可以講五種language language language是什麼意思啊 language就是我們講的語言 哇能夠講五種語言不得了了 那麼 這是第一個 這個音標叫language language 所以can 注動詞 就接圓形動詞 speak 好 第二個 當然我們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改用 Amanda是三人稱單數 所以可以改用 is able to 這樣也可以 第二個例子 Lucia is able to speak Lucia 能夠講 Taiwanese Taiwanese 是台語 能夠講台語 講得很好 well 那他可能就是外國人 那這個Lucia 除了用is able to之外 也可以改用什麼 改用can 所以這兩個是相通的 但是 絕對不能用can be able to 你用了這個 就完全不對了 所以要特別的留意這個錯誤 繼續我們來做測驗題 第一題 他用過去式了 這個 這個其實could 這不是過去式 這是一個很有禮貌的表達方式 就跟would 那麼could跟would 這個都不是過去 我們在問句的時候用could you would you 這是一種非常有禮貌的表達 所以你能不能借我多少錢啊 would就表示意願 could是有這個能力 would是意願說 你願不願意借我多少錢啊 這是禮貌的表達方式 他不是過去式 不要誤會了 但是不管怎樣 這些都是著動詞 所以後面一定要接什麼型 圓形動詞 哪一個是圓形動詞 land 這個才是圓形動詞 landing它不是動詞 它是動名詞 to land 它是不電詞 你借我100元好不好 100元很多 所以dollar要加s 如果是台幣 那就是one hundred dollar 後面加一個nt 加一個nt nt就是新台幣 new taiwan bills nt就是新台幣 沒有加新台幣 dollar就是等於是美元 好,第二題 第二題的寫法是說 用句型 用it 說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什麼事情 就在後面 to 這裡有一個 很棒的一個寫作的句型 這個在不定詞 我們講完了著動詞之後 接下去就馬上就進到不定詞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提一點概念 英文有一種表達方式 就是it 這個當作形式上的主詞 那這個不定詞to 後面就加圓形 當作真正的主詞 那我們翻譯的時候呢 可以先從真正的主詞來翻 先翻這個地方 再來翻前面 至於說 什麼時候用 我們等 講不定詞再來講解 我們先了解這個 能夠講英文 再來翻前面 its great 是非常棒的 哇,當然啦 看到人家一直跟老外吐英文 我們只是羨慕的糞 對不對 好來,我們看 關鍵在這邊 不定詞to 後面要加圓形動詞 哪一個有圓形的 這個 這個 就是圓形動詞了 b就是b動詞的圓形 b able to 就是能夠 好,這個才是我們正確的答案 小心 不能用able to 因為able to 沒有圓形動詞出來 不定是to 規定 後面 一定要有圓形動詞 就跟助動詞一樣 後面 一定要用圓形動詞 這是跑不了的 那下面 to後面是can can是助動詞 也不是圓形動詞 所以這個全部都不對的 就只有一個b 有一個圓形動詞在這邊 表示能力 就be able to 第三題 no one can help you 你看can 助動詞 後面 help 你看看help 是不是圓形 沒錯嘛 help就是圓形嘛 什麼都不加 就這個字嘛 後面 you can only 你只能怎樣 你只能 你自己去做了 沒有人能幫助你 yourself 就是指 你自己 你自己 一個人去做 你自己本身去做 沒有人能幫助你 所以這裡有一個can 助動詞 因此後面一定是加圓形動詞 不用考慮那麼多 助動詞出來就是圓形 度是圓形 這個是正確的 那後面 to do 是不定詞 不對 do in 是動名詞 也不對 這樣 助動詞 有沒有發現 不難哈 真的很簡單 要抓重點 不要用死背的方式 不可以 文法不是叫你背的 文法是叫你去了解的 然後運用出來 這個才叫學英文嘛 好啦 第四題 你能遊過日月潭嗎 表示能力囉 所以我們一開始 要用助動詞 can you 助動詞can 後面也要加圓形動詞 有 所以用swim就可以了 can you swim 那第二個 那個遊過是從日月潭的這一邊 游到另外一邊 是橫跨日月潭到另外一邊 那這個就要用什麼 用across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這是across 後面日月潭 英文怎麼講 日月潭是the summer lake 好 這個是 第四題的翻譯 下句我們看第五題的翻譯 能彈吉他或鋼琴是很棒的 這個一開始主詞就是能彈吉他 你是不是用這樣子寫啊 can 或者是be able to 這個是彈play the guitar tar g-u-i-t-a-r or piano p-i-a-n-o 那後面是動詞出來了 ese great 就是很棒 你是不是這樣子寫 如果你這樣子寫 就上當了 這一題曾經在大學聯考的學測裡面出過這樣子 能彈吉他 誒 要小心耶 我們這邊是主動詞在後面 動詞在後面 所以前面的一定是主詞 這個就是主詞 那我們來看一看 對不對 can是主動詞 可以當主詞嗎 不可以 b 這個是b是原型動詞 可以當主詞嗎 不可以 有的同學也是寫able to able to 這個able 是形容詞 可以當主詞嗎 不可以 所以這三個答案 通通不可以當主詞 那要什麼能當主詞呢 動作性的 你只能用動名詞當主詞 這個 接下去 我們就談到 不定詞 動名詞 這個觀念 現在這邊先提出一點 能夠彈吉他 英文要用不定詞 to to be able to 要不然 要不然就用動名詞 to 就be able to 這個兩個答案 才是正確的 哦 這個觀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老師再講一遍 主動詞 不能當主詞 原型動詞 也不能當主詞 able to 這是形容詞 也不能當主詞 動作性的主詞 一定要用 不定詞 to 或者是動名詞 ing 所以你看 就是這個答案 to be able to 或者是 be able to 好了 這是主動詞 第一個 有關於can的 這個運用